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临山县在中国大陆拥有荔枝之乡、奶水牛之乡、养蛇之乡、还有明察之乡等的多种美誉 它无疑的食物产非常丰富的一处宝地 不过这儿的风景名胜也是不遑多让的 现在请看外警队在临山所做的报道 临山县地处广西南部的青州湾之畔 这里鸣山众多地灵人节 传说昔日陷进东部的马鞍山中 有一匹白马人称上京马 今日城中的地标上京马 寄托了历代鸣山人民奋发向上 自强不息博取功名的美好愿望 临山是广西排名第三的人口大县 虽然少数民族的数量仅仅占了百分之二 但是保有不少的少数民族文化 眼前正是壮俗的三月三 三月三因为举办的时间是农历的三月初三而得名 这天的活动真是精彩分成 从壮汉拔河 白骨齐雷 壮歌对唱等等都一一出现了 这个时候呢 也是青年男女进行交流的好时机 村中的男女青年 无不热情展现自己的魅力 另外男女老少在池塘里头 奔跑兮兮的浑水摸鱼 也是三月三的另外一场重头戏 它象征着初春时节 万物复苏 农事即将开始 不管有没有摸到大鱼 大伙都玩得不亦乐乎 这条小吃街呢 也是文化的所在 走一趟就能品尝在地的特色美食 临山盛产著名的水果荔枝 它悠久的种植历史 让临山拥有荔枝之香的美誉 当年苏东坡扁道岭南期间 品尝到临山荔枝之后 就留下日淡荔枝三百棵 不辞长座岭南人的千古家具 可以说是临山荔枝美味的最佳代言 临山荔枝最早的种植时间 开始自汉代 宋代时候有比较大的发展 至今品种高达三十多种 它的成熟期 主要从五月横跨到七月 一共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 日照充足 气候温和 无声其长等得天独厚的 水土跟气候条件 造就临山荔枝的绝佳滋味 新鲜现彩的荔枝 马上被送到市场分装 凭借着现代物流跟冷藏保鲜技术 早上采收的荔枝 晚上就能送到遥远的 北方省份消费者手里了 让清爽甘甜的美味 远过千里之外 地处县城之中的六峰山 是临山城区的一处绝景 它有龙头 凤尾 鹤立 龟背 宝藏 冲销 这六个主要山峰组成的 六峰山中古墓参天 怪石灵巡 近带有古庙 古方跟很多的碑客 六峰坠秀是现今青州八景之一 六峰山海拔不高 由于四周地势平坦 固有拔地磨空之事 是当地人休闲运动的后花园 众多岩洞的特殊地理环境 让它曾经是革命的根据地 为什么六峰山叫六峰山 六峰山就由六三峰走成 刚才静大门那个叫保证峰 当然我们上来就叫龙头峰 冲销峰 凤尾峰 乖背 鹤立 就是六三峰走成 好 来到六峰山 看山如光画 游动如渡市 各式提克横跨了九百多年的岁月 有着很高的价值 人环圣地是什么意思 这人是真美好的地方 哦 这里是真美好的地方 是 是 是 六峰山的自然跟人文景观相得益彰 六峰宝山方是清代建筑 沿着实境前行 几步就是一景 根据统计 六峰山一共有 大小人文景观五十多处 穿过石棺又别有洞天 坐落在六峰山半山腰悬崖处的 北地庙始建在明代 是文明侠尔的道教宫庙 其中供奉的神尊 管辖范围远过东南亚 长久以来相克络绎不绝 特别是每年的重阳节跟春节 相传在几公里之外 都能闻到六峰山的香火味 北地庙的神像非常特殊 北地脚下是踏着龟蛇 细看这些雕像会发现 它是由天然连城的山体石块 碉沼而成的 这里就是北地庙 对 这就是北地庙 北地丞相好像跟我以前看到的 有点不太一样 它是 这边是一整个石头 去雕刻而成的 对不对 是的 这个整个北地庙 是由一块花岗原石头 来做成的整个六峰山 就是石灰岩 整个是卡斯特地形吗 北地神像庄严素木 神情栩栩如生 1506年是明朝时候 一个零三一个大户人家 发折请人 请人雕着而成 发现的时候这个花岗原 已经很像北地巷了 对对对对 所以再请人再去雕刻而成 对对对对 从哪里可以看到它是 真的是一块跟山体 连在一起的石头 大家可以走看看吧 往这边走吗 对对 往这边走吧 这边吗 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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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就把它拙开 拙开以后 就看这个石头 是跟这个山体 就连在一起的 所以 这本身是底下 有个暗洞现在封回来了 哦 这边现在封回来了 对对对 所以等于是说 神像包含旁边 它们连成一体的 通通都是一个花岗原 对对对对 所谓山不再高 有先则灵 六峰山呢 就以仁寰圣地的美誉 吸引着无数 慕名前来的游客 谈到广西美食 不能错过的是 林山大众 下段节目呢 带各位走进 大鲁古村 品尝林山大众的美味 林山县的大鲁古村 号称是广西第一古村 同时呢 它还有着对联村的美誉 可见这个村子 不但历史悠久 而且拥有相当深厚的人文底蕴 现在随着外警队脚步 一起去探访大鲁古村 从林山县城出发不到二十分钟的车程 一座四百多年历史的古村落 就跃然眼前 这就是大鲁古村 它是广西目前规模最大 保护最为完整的古代建筑群 放眼望去 古村衣山傍水 田径幽深 这儿的美景呢 都是历史的画卷 明代嘉靖年间 劳氏先祖劳金 率众迁徙到这块宝地 开始翻眼生息 一栋栋建筑 就从劳氏祖屋往四周延伸 形成今天的规模 整座古村呢 是以古宅古树古银帘文明于世 他是在宋朝金兵南下的时候 老呢 开始姓赵 其实是赵康运的第十八个儿子 后来逃难到了广东的南海 然后逐渐地迁到我们宁山这里 大鲁古村的建筑有着典型 明清时期的岭南建筑风格 一共分成九个建筑群 这个是 这是禁止进入吗 这个叫九托龙门 晚上关门的时候 他先把这排四方木一条一条地推过去 开的时候这样拉过来 还要开门栓喔 对 这蛮重的 对 这是铁鲤木 所以这里 它的硬度不亚于钢铁 不亚于钢铁 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个门栓 十个 但是它叫九托龙门 为什么叫九呢 九五之尊的意思 所以等于晚上关门的时候 要栓这么多门栓 晚上关门的时候 要先把这排四方木一条一条地 拉过去 然后就可以盖上一块把 哦 从这里插上插销 从外面就推不过来了 相当现在的防盗门 哦 这样子吗 对 这个烧得黑黑的是1941年 那个日本 可以来到这里 他们当时想放火把房里烧了 哦 因为上面屋顶两边的飞烟 它有风火墙的作用 它上铁鲤木也不容易烧 到时候就保存了下来 村中建筑 结构及功能齐全 恪守规制又身居异 不同身份的成员住哪里呢 都有规矩的 以前都是谁在这里面 保安呢 哦 就是家里面守门的人 对对对 部院 看门家庭住的 这排呢叫马厩 旁边是马夫房 这排呢是马料房 和马棚 所以马是住在这边 对对 那边正对大门口的窗口屋呢 以前是摆放那个轿子的地方 相当现在有的车库 你说这里 对 里面 大鲁古村它的历史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明朝家庆年间开始的 从第一代老经到清朝 道光六年 前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 一共建造了十个建筑的巡落 这里是大鲁村老式家族的 发祥地 老祖屋 其他九个都是这里的分支 每一栋古宅 它不是一两年能够建成 是十个建筑群 经历了几百年才完成的 嗯嗯嗯嗯 所以这也体现了老式家 后代也能够添砖家 这得益于它的家家 岁月在这里留下痕迹 每一处宅院呢 都有着明显的历史烙印跟特征 建筑当中的明砖青瓦 石梯砖墙 屋檐塘门 工艺无不精湛 能让人感受到 当年老式家族的险贵 还有后代的人才记忌 哇 从这个建筑结构 感觉老家以前一定很不简单 是哦 从第一代老金开始 到了第四代呢 就做到了兵部侍郎 兵部侍郎 对 相当现在国防部的副部长 哦 国防部副部长 这么高的官纸 从明清两朝 大卢村老式家族 一共出了一个三品官 五个五品官 六个支线 这这么多 这么厉害 对 古宅层层叠叠 庭院深深 我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 古时少爷的卧室 以前的少爷 这里是这样子 这里是第三进 和里面的地姓呢 都是内宅 这些内宅呢 是以前的少爷住的 老大老二就住里面的地姓 老三老四就住第三进 这些内宅它是套房式的 一房一厅一位 外面这个矮的厢房呢 叫套房是给陪房丫鬟住的 这儿的古宅建筑配置很有规律 两旁都是深远细长的小巷子 该是谁走的路都有清楚的规范 族建当年老是家族的规矩很森严 在这个古宅里面 你体现的那个以前那种 绑极观念的森严 左边像是南长公走的 右边是丫环走的 主人和贵宾走的 所以我们是贵宾 对 这里就是池塘了 到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二 全村四千多老族 人都要集中到这里祭祖 所以到那一天 这里就非常的热闹 但以前并不是每个老族后代 都可以从藏门走进来 在天里面规拜的 到里面那层戒门 开始就对女性献祭的非常的严厉 平时天由上香 男性是香火 只要男性才可以进去 如果女性进去就被罚了 你看祖宗的牌外旁边 还有一首对联 他是兵部士郎退休的 第一年的大年三十写 来挂在这里的 上联念仙人立身教家 不外钢肠大节 就是怀念祖先树立人格 教育子女 都不得超出三纲五常的范围 上联 祖后义 既既熟悉 无望中效初心 就是告诫子孙后代 不要忘记祖宗的训导 村中每一副迎联内容 都具有训练跟教育子弟的深远意义 所以南普走的走道就是这里 那其实相对于南普走的走道 那个丫鬟走的走道 有什么不一样的 南普的通道呢 比较宽一点 那个女普的通道比较窄一点 比较窄 所以就体现了以前那种南尊女背 那种中法等级观念的深远 这个旁边的这个砖 这些都是 这个是水磨大青春 这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了 没有再修复过吗 没有 没有 这是原来的 原汁原味的 真的啊 这些青春 它不是一般的灰沙女浆 它是糯米浆 草灰 黄糖 铜油 石灰 五种材料 很合成的 这么耐用 是啊 一千年都没有问题 那现在就是 老家的后代子孙 还会回来这边祭祖吗 会啊 他每年逢年过节 还传统节日 还有那个年轻人结婚的时候 要到里面拜堂 拜喜酒 每年都要过来喝喜酒 每年都来这里喝喜酒 对 反正现在老家子孙很多 对对 有四千多了 那喜酒应该也是很大 谈到粽子 由于人丁兴旺 这儿的粽子个头特别大 灵山大粽 是当地人欢度新春佳节的 主要美食之一 有着无粽不成年的说法 灵山大粽的用料特别讲究 选用优质糯米 绿豆 板栗等等 再用野生的粽叶包裹成的 根据粽心的主料呢 分为猪蹄大粽 整肌大粽等种类 由于粽子个头特别大 包一颗灵山大粽 准备起来是格外费工的 粽谐音粽 过年吃粽 寓意着年年高粽 即便过程很辛苦 大家准备起来还是乐此不疲的 今天来的都是高手 因为村里不会包大粽的媳妇 会被人笑话的 眼前包粽的材料整齐的排开 灵山大粽果然十分有料 现在我们要包什么粽 现在我们先包整肌大粽 整肌的大粽 整肌的大粽 对 整肌放进去 这是我们全中国 维林山职肉的一个包法 它把整肌放进去 让我们四月 月做月好如意即向 包含了一种四月的心态 在里面这样子 先把粽子放到台上 所以我先拿粽叶对不对 对 这些我 这种粽子是我们这边的野生的粽叶 野生的 对 经过沙青之后 拿来包粽子 很香耶 包含有种粽叶的清香味在里面 它有点像月桃叶 本地叫冬叶 对 冬叶 冬天的冬吗 对 因为它冬天长得比较好 所以就俗称冬叶 我们也叫 现在也叫粽叶 它的叶绿素很高 所以等下我们包出的粽子 它的表皮有点绿色的表皮 这说明它的微元素很高 所以怎么排这个粽叶 排一张张的排 有梗子 这是背面 背面朝上放 它这样子一张一张的 咬合 要紧密 那我这里也铺一个好不好 可以 乱铺 它有解决的 这些月桎和月桎间的 吻合度要高 吻合度要高 因为它包的米 七斤左右的 所以要防止它漏出来 它漏出来 对 是这样子的 林山糯米力大饱满 年性十足 第一层西方米 这是粒豆 一层糯米一层粒豆 这样子的 为什么要把粒子塞到鸡肉里面 它这样子把把粒放进去 让种子的香味 还有那个 虾米要放 的味道 香菇 莲子 对 红枣 再放绿豆 再拆绿豆 一层绿豆 一层糯米这样子的 像把绿豆 结果是绿豆线 所以再把绿豆 这个 就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 好了 好大 光这个米跟绿豆 就已经 够多了 对 就已经够多了 有点像在海边 那个堆沙堡 海面宝宝来了 这个 糯米 再一层糯米 对 再一层糯米 在上面 像小山丘一样 把它压紧 就放起来 对 这有点困难 用梗来把它缠起来 打结 对 第一要包得比较紧密 它到时候煮的时候 它 才不会散开 扎实 对 绑大众还得要有真功夫 压边 压边 零三大众首先 简直是四个角 平整 平整 有人有角 才是外形的 感官的标准 包礼物的感觉 好的 但是它绑起来像个枕头 其实我们这边 这个零三大众 也是一个叫枕头大众 枕头大众 这说明我们的零三大众 吃了零三大众的 可以安枕无忧 所以都鲜鲜甜甜的 另外我们是个角 它比较平整 有人有角 就是我们走四方 四面八方都能够順利 顺利 平安 叫做重重顺利 是这样子 这个应该有五六斤 十斤 没有十斤 十斤 熬出来十斤到十二斤 这样子 打劫有没有什么技巧 打劫以前 就是先把它绕横的 然后再绕直的这样 做了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 对 结果手不是一般人 一天两天能量出来的 对 它一天 它一天可以做到一百多个 这样子 这手腕力 要有力度的 它没有经常 它的话就拿起来 那你有跟姐姐比过丸力吗 对 对 其他这五八华那个 就是我们 传说中的 林山整治大众 就是 拿起来 好重 真的有十斤 什么 单手看看 单手好 单手 伸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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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易变形 那我也要来包一个林山大众 嘿 先放绳子 先放绳子 放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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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背面梗槽上 好一碗满满的绿豆 摆上来摆中间 把它铺平 芙露双全 这叫放绿豆 两块两块 好放完五花肉 两个 你想放什么 就放什么 是啊 那我肯定放林芝 对 那我小片的林芝把它收过来 这样子摆上去 对 放点那个虾米 虾米 好 提味的 虾米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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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以 可以 接下来需要这条 对 拿这个 这样 再压紧一点 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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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它弄进去 拿上来 一 二 三 经过一阵忙碌 粽子准备下锅了 但是煮大粽也不简单 因为大的粽子一般煮十个钟头左右 八到十个钟头 这样子才看大小 像具体大粽我们十个钟头 像细菌的一般八个钟头 那小粽子就一下子就好了 小粽子放进去煮到一半 大概三到四个小时就拿出来 让小孩先品尝了 这是等待美味的过程 柴火来蒸煮的时候 它这样子的洗成厂里面的馅料 猪肉 粒豆 糯米 就是把香味都蒸出来 对 蒸出来 而且粘合起来 那味道才是比较顺厚 大锅 大火 透过柴烧持续熬煮 除了柴香还有阵阵浓郁的粽叶清香味 经过漫长的等待 体型风鱼硕大的灵山大众 在雾气蒸腾之中要上桌了 哇 这就是我们的猪蹄灵山大众 对 这就是我们的金榜提名猪蹄大众 也希望小妹你能够金榜提名高中 像到那个哈佛 江桥 再去进修 对 对 开中了 把幸福打开吧 我们刚才把那个幸福跟快乐包在一起 然后下去煮 现在把幸福跟快乐打开 包种子 吃种子是一个团圆的 团圆分享的时候 对于家人 哇 这个小家碧玉 这是我们灵山中叶特有的那个 整个糯米都变成绿色了 都有那个 叶利苏 是吧 冬夜的那个颜色都进去 对 小家碧玉山特有的 好漂亮哦 对 哇 好多多里面的料 里面的料 对 猪蹄 猪骨头还在了 猪骨头还在了 这个是板栗 绿豆跟板栗 对 好香哦 它糯米的香味 还有猪蹄的那个 就骨式的各种东西 炸回在一起 糯米的香味 跟那个猪蹄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 因为它的那个冬夜的 已经把它的那个叶绿色 它的所有的那个香气都蒸进去了 所以它的那个米 每一颗都有叶子的香味 超级好吃 还有绿豆的甜甜的感觉 鲜香味美的灵珊大众 是广西青州人 日夜思念的家乡美味 爬上这个大骨不容易 爬上一个大骨 要小心的嘛 对对对 下段节目带各位感受 灵珊英敦大骨的独特魅力 灵珊县有一种古老独特的打击乐器 叫做烟敦大骨 这种大骨的外形非常高大厚实 同时制作工艺精巧 这趟我们特别做深入了解去探访 不管在表演或是制作工艺上 都有着精彩的呈现 现在随着镜头了解烟敦大骨的历史 烟敦是灵珊县西部的一个小镇 这里流传着一种古老的民间古乐 烟敦大骨 它有着悠久的历史 烟敦大骨传承了铜骨一风 从明代后期演化而成 外形古仆粗犷 骨声红亮震耳 当年主要是壮汉两族人民 建议传送军情跟驱赶猛兽 后来用于祭祀 祈福 庆祝 驱邪 跟体育竞赛等活动 具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 现今烟敦大骨的制作 依然靠着手工来精心雕造 这个骨有多久历史了 大概有800多年了 应该有 它800多年了 原朝了 原朝留到现在 原朝留到现在 800多年了 这个是松木的 骨身木料非常讲究 除了光滑清亮 还不能有半点的重铸腐蚀 才能够保有良好的音质 其中枣鼓声跟上鼓面 是两道关键的工序 鼓声内腔决定了鼓的声音大小 以前那个原子弹就差不多一样 为什么是这个造型 有四个角就可以调音 四个角可以调音 没有四个角就调不了音 所以这个骨皮都是用牛皮做的吗 这块牛皮是三生的野牛的皮 比较老了 比较坚固了 比较香了 打了就比较好了 那为什么要把牛皮的毛也留下来 不去毛呢 那个刚刚薄上来的 肯定不用刨了 你一刨关那就不好做 这个去毛反而还不好做骨皮 因为这种毛没有了 那就第一个又不好看 第二个又不够坚固 所以牛毛第一个是好看 第二个是坚固就对了 随着一根根骨丁的迁入 一面大骨即将完成 这个是小的 这种是小小的 一般是小人打的 小人打的 小孩打的 又不是小孩 都十几岁了 十几岁了 那这种小的骨这样 声音是比较高吗 这种声音就是 所以是高音骨 高音骨 我们这种骨可以做到随便调音 你现在马上调它 高音 中音 低音就可以了 真的哦 在哪里调音啊 在上面这个钉子 这边的钉子可以做调音 可以打进去 它就高音嘛 再推出来它就中音了嘛 再推多一点它就低音了嘛 就是这样嘛 所以调音就靠这一根就对了 对啊 哦 我还要爬上这个大骨不容易 爬上一个大骨 这个大骨比人还高 对对对 好大 都要小心哦 他上来了 老师可以教我打一下这个大骨吗 可以可以 可以教你 你可以加骨厨 我这样子拿起来对不对 你先拿一个 烟蹲大骨的打法分成开骨 正式打骨滚骨收骨四种招式 先这样哦 这个是直 这个是王的 先上去 一个是直的 一个是横的 对 这样 准备打的时候呢 就放那个右锅先打上去 然后这样打 对啊 就这样 骨声在开骨之后 从缓缓逐渐变成轰轰声 当骨雷打到一定程度 就会声如雷鸣 整个过程当中 烟蹲大骨都配有罗拔伴奏 让雷鼓之声仿佛是 闷雷滚动 阵笼发聩 妈 烟蹲大骨至今 已经被列为是广西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成为青州独具魅力的 一张文化名片 当地不管男女老少 都会打大骨 时至今日呢 烟蹲大骨越敲越响 随着时代进步 烟蹲大骨正在努力创新 未来大骨雷动 将会越来越有看头的 下段节目 挖警队转往青州的浦北线 带各位来到渔乌村 观赏一批外形独特的古建筑 值得各位来好好欣赏跟了解 浦北市青州辖下的农业大县 河岸两旁没有太多的高楼 处处呈现自然风情 其中一处古仆的村落 名字叫做渔乌村 渔乌村中的建筑屋顶构造 是读书一格的 墙头高处屋面多达三公尺 两边对称的设计称为霍尔楼 具有代表性的霍尔呢 成为渔乌村最美的景观 这边的霍尔好大好高哦 这个整个建筑面积 有几千平方米的吧 但是为什么这边的霍尔建得这么高 这个呢叫霍尔楼 高大霍尔呈现主人家的气派 现在我们进到第一镜了 对不对 那以前小时候 这边旁边两边是住什么人呢 这是客厅的 这是客厅 这也是客厅 后来就这关地 供奉这个关地 上面的那个雕花好漂亮哦 这雕花都对称了 对称 以前会跑上屋顶去玩吗 没有 没有 不敢上去太高了 人家也不准上去的了 真的哦 渔乌村霍尔楼 事件在清嘉庆年间 距今有两百多年历史 这是余德一余德公余德闽三兄弟 在考取功名之后所兴建的 虽然经过岁月洗礼 仍然独具韵味 挪戏是浦北的客家民俗舞蹈 至今有一千多年历史 我们看到这边有好多挪戏的道具 这个是面具对不对 这个是 看到这边有好多种不同的 不一样的 像这个绿色的是什么 这是这舞雷之中 它是最有文化的 演出的时候 由村民所扮演的挪神 要戴上有着象征意义的面具 是个妖精来的 妖精 它是妖怪的一种 看到它的这个牙齿这边就知道 挪戏当中 面具拥有重要作用 这个是什么角色呢 这个 救 救 赵帅 赵帅 赵通印的赵 赵帅 赵帅 那赵帅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他为什么要拿这样子的道具 他也是来驱魔的吗 驱魔 收忧的 挪戏是古代盛行的一种 以驱鬼主义为目的的祭祀仪式 湖北挪戏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主要用在祈求风调雨顺 年景丰收 题材大多曲子神话传说 民间故事 戏曲故事 在打击乐器的伴奏下 节奏使民快有力 富有艺术性 那我刚刚看到 其实土地公公在中间 不断地想要收那只妖怪 对不对 是啊 对 那它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一直收不到 甚至上班前楼 发现有个不好的东西 妖魔奇怪 是 把它除掉 对 除掉地方 就才能够安宁 所以它没有办法 年纪要老了 力气就没了 没那么充足 就请那个五雷 五雷本身是五兄弟 请北帝神 请五雷来帮忙 帮忙把那个妖魔奇怪 收掉 浦北挪系承载客家人最原始的力量 不失为艺术百花园当中的真品 浦北境内的大朗书院 这是客家文化跟岭南的古乐文化 相互融合的建筑杰作 它没有灰红的壮阔外观 也没有中轴对称的布局 却给人一种相当庄严优深的感受 还承载着千年的文化积淀 现在随着我们的镜头 走访历经风雨的大朗书院 青州浦北线 濒临北部湾黄金海岸 与大城市相比呢 这儿的生活步调是比较缓慢 距离县城不远的平马村 是一个淳朴的客家村落 当中的大朗书院 把中原建筑文化的线条 还有岭南古乐文化的古仆 都定格在这座百年建筑上 大朗书院带给人们 简练清新的感觉 始建在清光绪二十五年 至今有一百多年历史 这儿的一砖一瓦 显露历史文化的气息 与一般的清淡民间建筑相比较 书院没有太多的雕琢 显得朴素简洁 大殿当中的主位上 供奉一尊庄严素木的孔子像 让书院更显得庄重古雅 在清光绪年间的时候 为什么会建这样一个大朗书院 因为当地有名的乡士宋安甲 他是当地一个学生 而且他为了不让当地的学生 能读到更好的知识 更多的文化 所以说我们他就考取公民 回来建这个大朗书院 他就是1899年开始 1899年建的 屋檐下的壁画 色彩依然清晰可见 讲述一个个的历史典故 凸显书院的高雅别致 这里算是一个四合院的建筑吗 它是一个小型的四合院 岭南建筑 它是都是以砖瓦石木 为传统的建筑构造 你看瓦还有木 上面都有的 石的话就是 我们这些是青砖 这些都是青砖 全都是地砖都是青砖来的 它的吸水性是特别好的 大朗书院保存着过往学子的学习生活场景 那以前的这个两边的厢房是做什么呢 就是老师的住房 老师的住房 还有学生的教室 总共有16间 书院除了孔子也分别供奉魁斗新军跟文昌帝君 魁斗新军是读书人的守护神 文昌帝君则主管文人四路 这看起来像木雕 可是它这边有这个弧度是竹雕吧 对 我们这个是竹雕 用竹雕成的 这竹子很大耶 手工雕这都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是上面还有字 字 对 我觉得看起来像左右对称 变像喜吧 对 它是一个双喜 双喜 双喜 对 一般大户人家里面都是以这种窗花为主 它是意义是比较好的 而且是放在中间大客厅中间 它显示那种上面还有什么 你看这个蝙蝠 蝙蝠还在中间 蝙蝠 福的意思 还有旁边祥云 书院布局是三进两厢 大殿旁有科举考场 这里就是考场 对 而且这边还有这个考试的规则 考场禁约 对 我们以前考试的话 一般都是先有规定的 按榜就做 不得已为 其中你违反了其中一条的话 都很严重吗 很严重的 那以前考试是很严格的 你看下面还有夹带入内 夹带入内 厂内传储 然后不可以替别人 不能冒名啦 冒名顶替 那也很严重 如果是查出来的话 我们都有那个刑具啊 都一一用得上 也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用得上的 考场正中央是主考官的主位 两旁是考生的座位 当中位置的编排都用字号来表达 透过参观小朋友的体验呢 看出考生拥有的空间 其实并不大 好 我跟你们讲一下 以前这里是那个考试的地方 不过在这之前 我要看你们大家诚不诚实 我长得帅不帅 帅 有考试就有作弊 这件字意是古代学子的作弊方式 这看起来好像刑具 对 它这个呢 我们设立一个就是学生作弊体罚式 这是小小的一个作弊 就是抄袭让我看到了 那你就罚你这个 进那个笼里面 小小的抄一下我要进笼 对 进笼 罚站就是大概一天吧 罚站一天 对 它是可以进去的 这怎么进去 那可以体验一下 它小小的抄一下都不行 抄一下都不行 你看进去 我进去 这样子吗 对 刚刚好 天哪 很憋 我要这样站一天 对 站一天 然后就是 放我出去 我能叫你出来呢 你就出来就是这样 我就在这里面 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因为真的 你真的动不了 然后 而且所有人都在看你 对不对 对 所有人都看到你 作弊应得的 应有的惩罚 除了木笼子 还有各式各样的刑具 这罚站已经算是情节最轻的了吗 对 最轻的 最轻罚站 那第二集是什么 第二集就是打多板 打大板 你看到这边 要不要试一下 试一下吗 试一下可能屁股开花 明天就没有办法拍 对 就是这样 你看这个板 是我们做的话 就是仿的话 就是那么薄 但是它以前的话 是那么厚 大概就是 女的话 一般都是20到30 男的话 就是50到60 甚至更重 告诉大家 这个考试要非常非常的诚实 不要用小聪明 对 漫步在大朗书院当中 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书香气息 除了传承儒家之风 也真实反映近代的教育思想 整个后殿 它是由一个四颗楠木 你说这四颗 四颗 四根楠木 把那个后殿支撑起来 然后这个楠木是之前 也是这个书院的一个宝 而且对联的每一幅 它都是英克 然后你看一下 这边是大字 对不对 对 这边是个朗字 每一幅都是以大和朗开头 它之前这里叫做大朗村 大朗村 所以说才取名为大朗书院 而且它对联的总共有八幅 其中一幅是阳客 后面的七幅全都是英客 而且大门口那幅 是不以大朗开头 后面的七幅都是以大和朗开头 大城 深圳 泥山朵 朗润文方 蒲水珠 这幅对联传达大朗书院的办学宗旨 即使到了今天 书院仍然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历史 客家文化成继古代正统汉族文化 再加上融合南方的土著文化 还有长期居住在丘陵地区的影响 形成具有特色的客家文化 客家人因此被称为丘陵上的民族 浦北县的人文风情 也具体呈现出这样的脉络 节目谢谢观赏 祝福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